洛杉矶、沃尔特迪士尼影业的高管正在庆祝。 花木兰,这部耗资2亿美元,花了5年时间才制作完成的真人大片在迪士尼的流媒体服务上获得了极大好评。 影评人都对片中的迷人场景和刺激的战斗场面称赞不已。 9月4日上线时,此前制作过程中围绕花木兰的大量争议基本已经平息, 包括迪士尼将选择一位白人女主演的谣言以及其主演支持香港警察后出现的抵制呼声。 全球成功已经在网包括中国这个关键市场,花木兰的故事背景就在这里, 而迪士尼希望它周五在中国院线的上映能进一步帮助该公司吸引中国人的想象和钱包。 在许多方面,这部电影是给中国的情书。 该片导演尼基·卡罗,Nike Carroll,在接受国家媒体新华社的采访时表示, 这部电影是给中国人的故事。